小伙伴们注意看淡载岛的天空很高 淡载可以通过坐红色飞机飞到天空中 但是飞机载具有一个缺点 它是单人载具只能坐一只淡载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淡载岛中的所有载具都是单人载具 错大错特错 其实在淡载岛中 隐藏着一个多人载具火车 它可以坐六只淡载 你们难道不好奇这辆火车 它究竟长什么样子吗 伙伴们 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 如果你在淡载岛中 也乘坐过红色飞机上过天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淡载岛中可以上天的载具 其实不只有飞机 还有隐藏的蓝色恐龙 上个版本 我们淡载乘坐上蓝色恐龙 也是可以上天的 但是它也有缺点就是 只能坐一只淡载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载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淡载岛中 这辆被隐藏的火车 它究竟长什么样子 今天在新版本更新后 我和学姐在淡载岛 发现了这辆火车 它是雪王火车 小伙伴们你们看 雪王头顶带的 就是列车长的红色帽子 当我们想要乘坐上雪王火车 也非常简单 靠近雪王时 就会出现一个火车头的标志 我们点击它 此时就乘坐上了雪王火车 小伙伴们你们看 此时雪王火车上的乘客 足足有六个 当你不想乘坐时想下火车时 直接点击下车标志 就可以脱离火车 所以说在淡载岛中 不只有单人载具 还有雪王火车 这个多人载具 足足能承载六只淡载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